從那邊去給他包著 拉側身 一個人頭 準備頭去進階了 消防人員費了好一番功夫 角度東橋西橋 總算把人救出來 從男子一開始 掛在四米高的地方 用梯子和垂降繩索 一路慢慢往下掉 兩個多小時的救援 才總算讓男子脫困 快點了 快點了 不等我好好等 這次是死了 對 看中隊坐在那裡 就怕了兩個下來 附近民眾以為聽錯了 怎麼早上五點多 就聽到防火巷內 有人大喊救命 抬頭一看 赫然發現男子卡在半空中 上不去也下不來 表情看起來皮皮剎 寬度只有40公分的狹小巷弄 男子到底怎麼進去 連消防人員都想不透 大概是兩個小時 因為他本身 第一個 他本身患者 完全不配合 第二個部分就在於說 我們到場的時候 他的宰相的寬度 只有40公分 所以說他甚至比我的肩膀還小 防火巷超窄 讓消防人員搜救好困難 加上男子因為害怕受傷 一度不配合救援 但索性最後還是順利脫困送醫 只是大清早 男子卡在這裡幹什麼 動機讓人匪夷所思 警方也進一步調查當中 記者蔡霜及黃旭雲 高雄報導